罗马旅游景点介绍 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 也是欧洲最古老 最富有魅力的城市之一 罗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中心 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古迹和艺术作品 罗马也是天主教的总部 范蒂岗城坐落在罗马的一角 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中心 罗马的美食 时尚 氛围 也吸引了无数的游客 让人流连忘返 以下是我为您推荐的罗马旅游景点 斗兽场 这是罗马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剧场 可以容纳五万多名观众 斗兽场建于公元一世纪 曾经是古罗马人举行决斗 狩猎 戏剧等娱乐活动的场所 也是古罗马文化的象征 斗兽场的结构和设计非常精妙 可以根据不同的节目和天气调节舞台和观众席 还有复杂的地下通道和机械装置 可以随时升降演员和动物 斗兽场的内部和地下可以参观 可以感受到古罗马人的智慧和残酷 梵地冈城 这是天主教的圣地 也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只有0.44平方公里 由教皇统治 梵地冈城有三大必看景点 梵地冈博物馆 西斯廷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 梵地冈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 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收藏了教皇和教会的珍贵艺术品 涵盖了古埃及 古希腊 古罗马 文艺复兴等多个时期和文化 西斯廷教堂是教皇的私人礼拜堂 也是天主教最神圣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选举教皇的地方 也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的所在地 圣彼得大教堂是天主教的总教堂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建于16至17世纪 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的典范 内部装饰华丽 有许多名家的雕塑和壁画 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莲子 万神殿 这是古罗马时期建造的一座神庙 供奉了所有的罗马神奇 是古罗马建筑的杰作 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之一 万神殿的圆形穹顶 是其最大的特色 直径达43.3米 与地面高度相等 是一种完美的几何形体 顶部有一个直径9米的圆形天窗 是唯一的采光来源 也是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万神殿的内部有16个壁刊 分别供奉了不同的神奇和历史人物 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的 国父维托里奥埃玛 努埃莱二世和文艺复兴的大画家 拉斐尔的陵墓 特雷维喷泉 这是罗马最美丽 最壮观的喷泉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喷泉之一 位于特雷维广场的一端 靠近波洛尼亚宫 特雷维喷泉的主题是海神尼普顿的战车 有一匹一马和两匹海马拉着 两边是海神的随从 后面是一座拱形的建筑 象征着海神的宫殿 特雷维喷泉的水来自古罗马的一条水道 经过几百年的改造 喷泉的造型和细节都十分精致和富有动感 水花四见 如梦如幻 特雷维喷泉有一个传说 就是如果你背对着喷泉 用右手扔一枚硬币进去 就能保证你再次回到罗马 如果扔两枚 就能找到你的真爱 如果扔三枚 就能和你的另一半分手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 试图实现自己的愿望 所以喷泉里的硬币也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每年都会捐给慈善机构 帮助贫困人士 西班牙台阶 这是一组连接西班牙广场和圣三一教堂的135基台阶 是罗马的一个著名景点 也是人们休闲聚会的好地方 西班牙台阶的名字来自于旁边的西班牙大使馆 台阶的设计十分优雅和和谐 呈扇形向上延伸 两边是绿树和花草 春天的时候台阶上会铺满鲜花 十分美丽 西班牙台阶的下方 是一个叫做老船喷泉的小型喷泉 形状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相传是因为台博河曾经泛滥 把一艘船冲到了这里 后来人们就用石头把它固定 做成了喷泉 西班牙台阶的周围 是罗马最繁华的商业区 有许多高档的服装店 餐厅 咖啡馆和酒吧 是时尚和潮流的中心 也是欣赏罗马夜景的好地方 是最适合的 你反应该是时尚和水 要跟水 咖啡 柔 咖啡